一个软体才能比较方便download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webdeveloper他的操作方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建立第1个 我们的网站 特别需要 新增一个网站 那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这边请各位点一下新网站 新网站 特别最接下来的话 这边有 几个选项 第1个的话呢 有一个叫visiobasic的一个是c sharp 那因为我们这课程是以c sharp为主 所以请各位选择这一个 然后呢在预设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你要把你的网站放哪里的地方 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 你没有带学生碟的话 请各位预先先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这边呢 请各位把这个地方 放在你的桌面上 比如桌面 那后面呢再增加一个路径好了 比如说的话呢 我们 今天的话就是 先建立一个 第1个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建立一个 这个 比如ch 我用ch01好了 就是当 第1张的这个资料夹 名称好了 那他自动 因为现在桌面上没有这个目录 你是后面加上这个名称 按开启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增加这个资料夹 我们选择4好了 第1张ch01按4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特别注意 你们在 建新网站 这个一定要选 这个是预设的 再来底下这个地方 请你一定要选 那 web的位置呢 用档案系统就好了 其他不要动 按确定 他就会在我们桌面上 帮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并且把 我们的网站放在这个资料夹 其实 一个网站就是一个资料夹 OK 按一个确定 那在桌面上呢 就会帮我们产生一个ch01的一个 资料夹 OK 那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去 再做其他的设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画面上面他自动呢 会帮我们开启什么呢 开启这个预设的网 网页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网站里面 他会预设帮你增加这么多东西 实际上这么这些东西呢 有些基本上还不见得用的到 比如说account就是 专门针对那个登录控制项 他已经预设帮你 放进来 不过呢 不见得用的到 你暂时不要去理会他 还有这个 appdata 这个是放资料库的 诸如此类 这个javascript 然后style 他的一些样式 那预设他会帮我们开的是哪一个网页的 可以看一下 这叫default.asp x 那你会发现他的副档名是 asp x 这个是 副档名 这个这个我想 asp的话是前一代 x就是象征是单内者的这个负档名 那特别注意 我们接下来请各位他预设是开启的是底下的标签是原始码 那请各位把这边把它改为设计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 你把点过来设计之后 OK 他就会载入什么呢 主板 那你会发现说呢 诶这个地方呢设计起来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呢 在那个 这个 2010的这个版本里面 他所谓的主板就是说呢 其实你设计的只有这个框框里面 外面的部分呢 是属于那个他的主板面 也就是有点像样板 他跟那个 PowerPoint有点类似 就是说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母片 就是你的版型 外面的部分呢 就是统一的界面 也就是所有的 网页呢 他通通都会涵盖外面的部分 只有里面这个地方呢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修改 修改里面的内容 特别是要 这个地方请你把这几个这些字 先把delete掉好了那我们在这地方 比如说呢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好了 像在这里的话呢我就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姓名 OK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在这边让使用者填入姓名 那特别注意 我要怎么让他填入 特别说这边不是工具箱对 你把这个工具箱移上去 他就跳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textbox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textbox 那这个textbox 你把他拖拉到呢 这个 姓名后方 不过有的时候有些同学会觉得 这工具箱 这个跑来跑去 感觉不是那么的好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不是这个图钉 请你把他怎么样的图钉点下去 他就固定在这个地方 我比较习惯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图钉再把它点 点掉的话 你会发现他隐藏在这里了 你把图钉点下去 那请各位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textbox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的话呢 后面请你再加上一个button button的话就是按一下他之后的话 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个button 好 那按下button之后我希望呢 可以在底下显示什么 显示 比如说您输入的 比如说呢 你填了什么名字 然后呢 显示出来 那显示出来的话 基本上不需要修改 他只是要显示在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在底下 再加个label 把label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设计一个什么呢 当我输入姓名之后 按下button 可以把这个姓名呢 把它 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请各位 先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呢 再到这个asp 这个default.aspx 记得是切换到哪里呢 切换到设计这个地方 然后把中间这一块里面东西 加入什么呢 工具箱 那请你把什么 图丁点进来 OK 姓名 一个textbox 一个button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界面的部分呢 如何做修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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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